现在的中国学者不论是文、史、哲学、理工等等哪一类的专家 多多少少都会涉猎佛书或者是佛学 有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信仰倾向 或者本身就已经是佛教徒了 而国际上的学术界也渐渐有了转变 今天西方学界中也有一些佛教的信徒 或者有不少修行的经验 所以可以说佛学已经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重视 那么现在我们就恭请圣言法师为我们开示 为什么学术界这么重视佛学 本来释迦牟尼佛自己它就是修童五名 所谓五名就是在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包括文、武、宗教、技术、科技 全部都含盖在内的 宗教、子学、文、武、科技 全部都涵盖在内 释迦牟尼佛都通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宗教家 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学者 修问家 但是慢慢地到后来呢 佛教就变成了 修问的宗教和修行的信仰的 实践的宗教把它分开了 实践的人专门在修了 而研究学问的人是专门研究学问了 这个就把它学术化了 又变成僵化 那么一般的 就是普通的一般人呢 当然没有办法寄出这么高盛的学问 而学问的人呢 又不需要去做信仰的工作 这样就变成了土极 佛教啊 就是理论和实践土极 然后到了大圣佛教初期的时候啊 又把理论和实践呢 又把它合在一起了 理论发展的实践也非常的重视 到后来渐渐渐渐地呢 又佛教又产生了 这个理论是理论的 实践是实践的 而实践呢 也把它学术化的变成实践 实践的 修行的 学术化的一种修行 所以好多学派啊 就变成了最有上层的知识分子 也就是士大夫阶级 是特权的享受 那一般的平民呢 就变成了民间信仰 跟这个佛教的高层次的啊 理论架构啊 没办法集合 也没办法集收到 特别是中国啊 在这几百年以来 理论的也不见了 而一般的信仰的人呢 就是跟民间信仰集合在一起了 所以民间信仰跟佛教啊 分不开了 实际上佛教不是民间信仰 可是呢 佛教因为啊 没有理论啊 作为背景的时代啊 那大家就把民间信仰 跟佛教的信仰 说神啊 佛啊 菩萨啊 都混在一起 还能够保留一种 那这是在我们过去的一个时代啊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又不一样了 像我个人 我是修者 但是我是个修行人 我是从事研究的 理论的 学书的 历史的 我有非常深入的基础 但是呢 我在修行上面呢 我也下到非常大的功夫 在修行 在体验上面呢 我自己在二十多岁 就已经有相当深度的体验 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 像日本佛教非常的发达 日本的这个佛教啊 看起来他们是都是知识分子 好像是在研究 但是呢 他们世界面 就宗教的这一面呢 并没有放弃的 还有在南方的 比如说斯里兰卡 或泰国和缅甸呢 他们高层次的人 也非常重视实践的 因此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况啊 佛教的情况改变了 所以近代 近世以来 一直到现在 目前为止呢 在世界各地 凡是研究佛教的学者 渐渐渐渐渐的 又变成了信仰佛教的人 修行佛法的人 他们信仰什么呢 信仰这个日本的禅 修行日本的禅 信仰日本的 这个印度的密 也这个不是西藏的 西藏的密 也修行了西藏的密教 而我们中国人 在西方呢 因为我们语文差一点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佛教 传到西方啊 还只有进来啊 这个大概 在头二十年里是并不久的 西方人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佛教 近代的佛教是很晚的事 因此他们呢 以科学的精神 以学问的态度 他们必须要一边研究 一边实践 一边实修 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到 真正的啊 能够发现啊 佛教的精锐 或者是佛教的啊 根本的啊 这个好处在哪里 那我们从国内呢 在台湾来讲啊 我们这是 都是跟西方人跑的 跟外国人跑的 我们本身原来啊 本来就有啊 可是我们中国人呢 在清朝 一直到明初 一直到民国的五十年 六十年代啊 我们中国的修宅们 都认为佛教是迷信 研究佛教 有的人呢 一些基础佛教 基础佛教研究 但是他们就得不信仰的 那么现在因为西方人呢 日本人呢 以及南方的一些 这些修宅们 本身就是修行人 修行人本身就是修者 所以是这个风气呢 就把它带起来了 带起来以后 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教 如果啊 信仰是归信仰的 实践是归实践的 理论是归理论的 观念是归观念的 学问是归学问的 而宗教是归宗教的 这样子分开了的话 这个不是整体的 这个不是不全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台湾的 修宿界也好啊 研究佛教的人也好 他们多多少少都在 重视于啊 这个修行的体验 那实际上我现在 我们法国山农产师呢 我们寄引的很多修者 很多高层次的知识分子 他们都在体验了修行的方法 和啊 跟这个佛教的理论呢 能够对照起来 使得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 更丰富而更的光明